我们来看心电图绘图与My这个单元 我现在给你一个 任务 请你做出类似心电图的 动画 那你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 这个心电图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在YouTube上面找了一下东西 原来从是由左到右边产生一个图 一个图形 由左到右产生一个图形 所以我们在Squatch里面呢 我们也是要产生这种东西 那我有事先做好一个范例的档案 待会我请你再去改 那你可以从 我们的范例里面去下载 心电图与My这一个 我已经下载下来 我开起来 这一个 小猫咪会由左边往右边跑 顺便会带出 一条线 我现在没有让他上上下下走 这个任务要留给你 那做法 你可以看一下程式码 只有几行 当棋子被按下的时候清掉笔记 然后 定位好 小猫咪只会在这个水平上面跑 S 把它定位在这里 下笔 然后 然后 S轴不断的加1 一直往前走 如果他碰到了边缘 他就回来 回来的同时要把所有东西清掉 这就是这样 那就换一个方式 如果你要让他向上下下跑 这个Y 要怎么样 给他改变嘛 改变的方式有什么 很多 你可以用变数 你可以用乱数 还记得乱数吗 运算里面 这个我讲 待会麦的部分就让你去做 在运算里面 给他一个值 比方说我Y我希望他从 正50 到负50之间 Y轴嘛 我只要 50个刻度去 调就好 这个Y 这一行 这个是碰到边缘了 那我们就 回到最前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开始乱跳了 因为Y轴是 50到50之间他会这样乱跑 如果你不需要他改变这么大 那你就 自己可以调整 范围大小 如果你希望他这样走太 跳得太快呢 改变1变成什么 2 可以怎么样 他会走得更快一点 有没有 这曲情会更好看一点 好 那接下来 要交给你的是 请你去修改 我现在不是要用乱数 我也不是要用 以致的平平的一条线 我希望他有 增测到麦克风的音量而改变来大小 那请问 可能会在哪里 给你小提示 增测里面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 有一个音量值呢 这个音量值会不会改变 你注意这音量值有没有改变 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在讲话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很大 我在讲话的时候会很大 那你把它放在哪里 会变成 好玩的 会变成好玩的 我只告诉你到这里 基本上 还算很容易的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我可以利用麦克风的 数值来做事情 那换一个方式来说 很多游戏里的 改变你不一定要用 键盘滑鼠 说不定可以改用麦克风的声音 示范到这里 请你把它做完